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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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眼里 我不单单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 还不是一个好人 对吗 你是不是一个好人 我说不清楚 可毕竟你伤害了很多人 你不仅给大家带来痛苦 也给你自己 带来了更大的痛苦 你一直 不希望过平淡和宁静的生活 你的欲望就像烈火一样 你可以为他疯 为他狂 甚至 你可以丢掉所有的人情 以至于 丢掉你做人的原则 当然 你也有善良的一面 也有好意的时候 可你的这种好意和善良 都能被你的欲望给淹没了 每当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丧心兵狂地 失去你所有的人情 正好啊 你今天能走到这个地步 都是必然的 都是必然的 我能到今天 跟你们都有关系 你 我爸 我妈 我妈 屈家良 还有仲晓 我很用心地爱过你 也很用心地爱过屈家良 可你们 你们有真心地爱过我吗 我 我也想 有一天我可以赚大钱 有几千万 或者是上亿 我把最好的东西 都送给你们 让你们看看 我正好不是一个自私自利 卑鄙狭爱的人 可老天爷 不给我这个机会 那是我的错吗 我坏了 我坏了 我真的很坏 我从心眼里没有想这样啊 没有 这就是正好 就是我 矛盾的 矛盾的 按钮 怎么办 哆了 韩子 怎么样 他要把孩子要回去 她是孩子的母亲 有这种想法也不算过分 可是我就怕小姐子不愿意跟她 就算小姐子愿意跟她 像她那样的母亲 能带好孩子吗 孩子在她身边长大 能学成什么样子 可是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再不让小姐子跟她 我怕她情绪上受不了 这能怨谁啊 她现在都这样了 你就别说这种话了 好 我不说 可她在说呀 她一直在说 从我见了她的面 她说她走到今天都是别人的错 她一点错都没有 我不是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人 可到现在了 她还不知道反省自己 说实在的 我真的从心里感觉到厌恶 来 转过来 转过来 你听我说 不管她怎么样 可她毕竟是我姐 我们都不能厌恶她 我们要帮她 我们要帮她 怎么帮 帮她找工作 适当的时候 让小姐子跟她在一起 主要是帮助她建立信心 媳妇 不认识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你的好心肠 连石头都能感动 可是 想感动你姐 我是一点希望也看不到了 一个人走了太多弯路 他总会疲惫的 当她疲惫的时候 她就会想 当她疲惫的时候 到底是路弯了 还是她自己走弯了 要是你姐也这么想就好了 会的 好了 不说这些了 该睡觉了 我说 书上说了 睡觉之前要有一个好心情 只要你的心情好 我心情就好 走吧 那个狗怎么办 别管了 明天我处理吧 走 回来了 不是爱爱吃什么咱们 都知道吗 就这 羊 羊肉 好 咋巧就爱吃这口 那时候要知道家里吃涮羊肉啊 头好几天她就不吃饭 就饿着肚子愣等的 出去这几年 也不知道在外边吃着涮羊肉了吗 那不是在外边 这是在家里 你说她这回回来 虽说没跟咱们闹吧 可是我觉得不太对劲啊她 你看她脸上挂着霜 冷冰冰的样子 我就是觉得她 看见小剪子的时候 脸上还有点热乎气 反正是一个人在外边也 也不一 不定遇到我多少事 不是 那个谁 小 小剪子呢 灰子 小剪子 把那狗 扒出去卖了 真去卖去了 那那那 那些 那那谁回了可别让他吃 爸妈 回来了 忙到什么呢 咱们不是吃涮羊肉吗 想在家里热闹热闹 热闹 在家里 大热天的 您不烦啊 去 去外边试一顿不就完了吗 在家里忙活什么呀 这不都买了吗 随便 家里啊 就是 妈 小剪子呢 怎么没在外边玩狗啊 跟她爸出去了 跟她爸出去了 信在呢吗 在 来 菜里屋呢 爸妈 天挺热的 您别累着啊 不就图个热闹吗 身这么个意思就行了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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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是 是那么个意思就行了 他说 哎 这 这这这几句话 还 还差不多 要老这样就 就好了 嗯 哎 你来了 睡觉呢 昨晚没睡好 你一会儿 怎么没睡好啊 是不是许辉跟你说什么了 让你寻思了一宿啊 是想了想 但也没那么严重 想了就好 想了 那咱们就谈谈吧 谈什么 谈别的也没什么实在意义 我现在 对很多事情 已经不感兴趣了 咱们谈谈孩子吧 我很简单也很明确 我想要小剪子 她是我生的 她得跟我 这个许辉 昨天已经跟我说过了 但是 我们不能把小剪子给你 至少现在不能 为什么 因为小剪子从生下来 你就没有照顾过她 你不知道她喜欢什么 她不喜欢什么 我怎么不知道啊 她喜欢吃冰棍 喜欢狗 你们都知道 你们给孩子了吗 你以为孩子跟着你们多好啊 你以为孩子喜欢什么 给她什么 这就好啊 姐 你知道你昨天给孩子吃了几根冰棍 她昨天晚上拉了几回肚子 那只狗从天黑一直叫到天亮 小剪子一夜没睡你知不知道 你给她吃药了吗 不吃药让她硬挺着 姐 这都是很简单的道理 孩子不是想吃什么就给他什么 想要什么就买什么 孩子不是拿来惯的 孩子是要教育的 这些 这些你都不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我怎么长得这么大呀 这些都是你天生就知道的 你不也是跟孩子相处之后 才知道的吗 那凭什么一开始 对我的要求都那么高啊 姐 你爱孩子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毕竟它是你的亲生骨肉 可是 你有为孩子想过吗 他从小跟我们一起长大 你这来了 突然就要把他带走 你有没有想过 小剪子他愿意跟你走吗 他跟你在一起生活 能不能习惯 你怎么就知道 他不会跟我走啊 你怎么就知道 他跟我就不会习惯呀 昨天我们在一块玩得多好啊 他是我生的 我养他那是我的责任 秀我跟你说 法律上都有规定 父母双方要是离异的话 孩子是归女方的 你知道吗 法律规定 法律规定男女双方要是离婚的话 双方都有能力 抚养孩子的前提下 女方有优先权 可是姐 你现在没有能力 你让我怎么放心把孩子交给你啊 我放心不下 放不放心那是你的事 要带走孩子那是我的事 秀 我告诉你 这孩子是我跟许辉生的 要商量也是我跟许辉商量 跟你没有关系 我今天来跟你说这个事 是看在你一直照顾小姐子的情分上 跟你打成招呼 你要是跟许辉一样 或者是怂恿许辉 不给我孩子 别说等我闹到法庭上 撕破脸了 你也只有看的份 可是你有为孩子想过吗 他从小跟我们一起长大 你这来了突然就要把他带走 你有没有想过 小姐子他愿意跟你走吗 他跟你在一起生活能不能习惯 你怎么就知道他不会跟我走啊 你怎么就知道他跟我就不会习惯呀 昨天我们在一块玩得多好啊 他是我生的 我养他那是我的责任 秀 我跟你说 法律上都有规定 父母双方要是离异的话 孩子是归女方的 你知道吗 法律规定 法律规定男女双方要是离婚的话 双方都有能力抚养孩子的前提下 女方有优先权 可是姐 你现在没有能力 你让我怎么放心把孩子交给你啊 我放心不下 放不放心那是你的事 要带走孩子那是我的事 秀 我告诉你 这孩子是我跟许辉生的 要商量也是我跟许辉商量 跟你没有关系 我今天来跟你说这个事 是看在你一直照顾小姐子的情分上 跟你打成招呼 你要是跟许辉一样 或者是怂恿许辉不给我孩子 别说等我闹到法庭上 撕破脸了 你也只有看的份 阿姨 阿姨 姥姥 姥姥让我来叫你们吃饭 小姐子 刚才怎么了 不高兴了 是谁欺负你了 还是不舒服啊 孩子就这样 猫回这儿 狗回这儿 过了会儿就好了 是吧 小姐子 爸妈 我坐你们俩中间是怎么回事啊 没 没什么意思 你不是我们俩的姑娘吗 你坐我们俩中间 这不是 这么合适吗 今天你是主角 这么多年你妈就一直念叨你 就今天跟你妈这儿亲热亲热 那小姐子呢 小姐子是他们俩生的 小姐子好上时间没回来了 跟她妈也亲热亲热 那怎么跟她妈坐对面啊 不是 习惯了 她那个一直就坐在这儿 这几年每次吃饭的时候 都是徽子抱着小姐子秀瑞饭 习习 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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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剪子 你去妈妈那边坐好不好 过来吧 来 咱子都长大了 是不是 还有以后吃饭 要养成自己吃饭的习惯 装什么好人呢在那 刚才你在屋里怎么说的 怎么不是这种态度 咱们今天 不说这些不愉快的事行吗 爸妈为了这顿饭 一大早起来就忙活 就是为了跟你接风 咱们好好的高高兴兴吃这顿饭 行不行 对对对 来来 高高兴兴吃饭 好 好 回来了 我看你是打心里高兴 你说两句 我 我 我就不说了 让你妈说 这几年你妈一直念念你 你说 我不会说话 那个什么 我就不说了 你说 你 你 你说 他回来了 高 高兴了 那行 我说两句 我代表你爸说两句啊 今天呢 是咱们家大喜的日子 是吧 那个 大家都团圆了 你看好也回来了 咱们高高兴兴地吃个火锅 我记得那个好走的时候吧 那小简子才几个月大 每天晚上都哭啊 哄都哄不下来 妈也不在身边 我看这孩子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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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回来 这 好事 这 别 别哭 别 别哭 那是 是好事 那个 什么 高兴啊 今儿都高兴 吃肉 吃肉 简子也爱吃这耍羊肉啊 简子 叫妈妈了吗 这怎么了 又不高兴了 你还为这羊肉 你爸都忙活一早晨了 简子 来 赶紧叫妈妈 叫妈妈 简子 听姥姥跟你说话了吗 简 简子 简子 老 老问妈妈在哪儿妈妈 这 这 回来了 小简子 小简子 算了吧 别难为孩子了 可能一下子不太适应 将来习惯就好了 谁难为她了 我逼她叫了吗 简 你知道我不是在说你 简子这名字是谁起的 小女孩叫我简子简子多难听啊 以后怎么叫啊 再说了 你想简什么呀 该简的不用简也能断 不该简的 怎么简你也简不断 名字是我起的 你要是觉得不好听 那就再起一个 但是 我没有简断什么的意思 不 不要简简子这个名 我要 小简子多难听啊 以后你要是长大的话 一个大姑娘人叫你简子简子 怎么叫啊 难听死了 换一个 不 好听好听 阿姨 我就要简简子这个名 简子 简子 简子挺老的 不闹 不闹 我都要简子这个名 不要简子这个名 好好好 就小简子就叫小简子 别闹了别闹了 来来来来 别哭了上妈这儿来了 来 我闹 来 闹啊 跟妈坐吧走 走 跟妈坐 我不要 我不要 你过 我过来啊 我不要 我不要你爸 去吧 跟妈妈坐 你不是妈妈 你不是妈妈 我不去 我怎么又不是妈了呢 好 好 行了行了行了 别着急上火 这孩子那个 你刚回来还生风呢 来来来就是孩子 过些日子就好了 来来来来 还是不熟 小简子不闹了啊 就叫小简子 生什么呀 昨天还玩得好好的 今天就生了 连妈都不是了 这都谁教的呀 喝点 喝点水 不是 喝点酒 来 别上火了啊 好好好 咱们就叫小简子啊 乖乖 就叫小简子 好吗 好 来 爸爸给你涮虾吃啊 我就叫小简子 好好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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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小简子 叫小简子 别闹了啊 别闹了 要不妈带你去玩狗吧 小狗呢 狗呢 爸爸给卖了 阿姨说小狗不干净 爸爸给卖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把狗给卖了 是不是粘上我的东西就是不好的呀 我有孩子买一条狗你们都看不过眼 还要把狗赶出去 下一个是不是赶我啊 姐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那狗从天黑一直叫到天亮 小简子就一晚上没睡 再说了 那狗要是有什么病 再把孩子给传染了 那不是更不好吗 是 怕有病 怕有病 带狗打针去啊 打针能花你几个钱呀 非得把狗给卖了吗 你们就差这点钱呀 连孩子东西都算计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 好 好啊 秀儿她不是那意思 她真是怕那狗伤着孩子 是啊 好啊 你妹妹她 她不是这意思 她就是为孩子担心 你看这是 是 她肯定是担心 担心孩子跟我有了感情之后 不要她了 担心孩子要跟我走的话 许慧也会跟我走 担心她自己再一无所有 正好 你不要因为没有把孩子给你 你就可以在这里胡讲 你怎么想的我心里最清楚 这么多年 你在外边遭多少罪 吃多少苦 不用你说我能想象得到 你要在外边挣了钱混得好 兴许你还就不回来了 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回来 你很没面子 你很丢人是吧 可你想过吗 你回来对于我们大家 是一件结大欢喜的事情 最起码爸妈可以经常见到你 不会老惦记着你 你想孩子的时候 你也可以经常过来看一看 我们会不让你看孩子吗 你不要觉得是我和秀 不想把孩子给你 就算我们把孩子给你了 你抚养得起吗 要说你有能力抚养孩子 你至于为了买一条狗 便卖这些东西吗 你不要再去埋怨别人了 不要把责任再推到别人身上了 该是你自己好好想想的时候了 好 这是怎么了这是 没钱了身上 你怎么把这表这些东西都给卖了呢 你才卖的吃了多少苦啊 怎么回事这倒是 他以前不这样这孩子 他怎么能把这些东西都卖了 他身上都没钱了 你收起来 我不是回 这不是回来了吗 这孩子不知道 他吃了多少苦 姐 你爱孩子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如果你没有什么的话 你可以说 我们会给你的 你没有必要为了孩子这样做 我这样做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吗 我给孩子买东西有错吗 我有我的方式 我跟你们不一样 手表项链算什么呀 如果孩子喜欢就是卖房子卖鞋 我也愿意 你们给我给我什么 房子地还是钱呀 你们有很多东西可以给我吗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可以试试我 你很得意呀 说话 怎么不说话 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好啊 不能这样对你妹妹说话 好啊 这这 这都说什么呢 怎么老跟你妹妹过不去呢 是我跟她过不去吗 我说的有错吗 你们看看她现在多得意呀 工厂 事业 爱情 孩子 什么没有啊 可哪样不是从我手上夺走的 怎么不说话了 你想让我说什么 说说你是怎么整垮我的 啊 说说这些东西你是怎么从我手上夺走的 今天当着爸妈的面你好好说说 好 好 你说什么呢 秀怎么整你了 你别让爸妈再为你操心了行不行 你闭嘴 我告诉你 今天这儿没你说话的份 好 你们都别打断我 我今天就跟你们好好说道说道 你们这好女儿 我在外边混得是不好 可我在外边四年我想得很清楚 我为什么会有今天 都是因为她我的亲妹妹 哎呀你行了 当年我在物资局工作 干得得心应手 要不是为了帮她搞掉何大头 我能牵连到连工作都没有吗 我去印刷厂上班 我顶了她的厂长 那是因为她能力不行 可她的好 怀恨在心 带着工会曹主席 以借厂房为名 跑到工厂去接我的老底 最后还告到公安局 我是被迫逃到外面四年的 可她呢 用这四年的时间夺走了我的一切 孩子 工厂 爱人 事业 你们还以为她是什么好东西呢 简直就是卑鄙无耻 好 这 说 说的这是什么话 怎么能胡说呢在这儿 你们都别说了 你们一直都是被她蒙蔽着 一直都认为是我的错 可你们谁替我想了 我有今天 难道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怎么不说话了 没理了 无话可说了吧 笑儿 你说 你告诉她 姐 关于这些事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那我今天就再跟你说一遍 何大头那事儿 我本来是想听你的 不跟她闹了 后来那是苗春雷把事情闹大了 那跟我没关系 还有 你印非法读物和盗版书籍的事儿 我领工会曹主席去你们印刷厂之前 我并不知道你印非法读物和盗版书籍 后来我知道了我还专门就这事儿跟你谈过 可是你不听呢我有什么办法呀 我今天是成功了 我今天是成功了 可是你知道我成功背后 我付出了多少艰辛吗 当年佳良成了植物人 小简子除了我谁都不要 我一边要照顾佳良 一边要照顾小简子 剩下的时间我还得学习 我成功了那是因为我努力得来的 你爱过佳良 你也爱过许辉 可是后来他们都不爱你了 那是因为你不珍惜 他们爱我是因为我善待他们 我真诚地面对他们 姐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有今天不能怪别人 你今天的不幸完全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不要总是把错误推卸到别人身上 说得好 说得太好 你们都听见了 都明白了吧 他今天可算是说了真心话了 他有今天都是他自己努力来的 我有今天都是我自己找的 我问你 要不是你去捣乱的话 公安局会去查我吗 如果不是因为你 佳良会离开我去西藏吗 如果不是因为你插在我跟许辉的中间 许辉会对我不理不睬 最后我们走到离婚的这一步吗 我没有真心爱过他们 你问问他们 哪个敢说我没有真心爱过他们 你问问他们哪个敢说 我不懂得珍惜 他们懂得珍惜吗 他们有谁珍惜我了 有谁珍惜我对他们的感情了 哪个有 夺走我的事业 爱情 工厂 现在还要夺走我的孩子 你会不会觉得你有点太过分了 我不想再忍耐你 我看到你我就难受 我觉得你应该去死去死去死吧 小姐哥 我有今天 都是我自己找的 我问你 要不是你去捣乱的话 公安局会去查我吗 如果不是因为你 家良会离开我去西藏吗 如果不是因为你插在我跟许辉的中间 许辉会对我不理不睬 最后我们走到离婚的这一步吗 我没有真心爱过他们 你问问他们 哪个敢说我没有真心爱过他们 你问问他们哪个敢说我没有真心爱过他们 敢说 我不懂得珍惜他们懂得珍惜吗 他们有谁珍惜我了 有谁珍惜我了 有谁珍惜我对他们的感情了哪个有 夺走 夺走我的事业 爱情 工厂 现在还要夺走我的孩子 你会不会觉得你有点太过分了 我不想再忍耐你 我看到你我就难受 我觉得你应该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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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小姐哥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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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哥 爸爸在这儿了 坚强点小姐子 坚强一点小姐子 爸爸在这儿呢 你快去干干羞儿 快去 姐子 姚姥在这儿啊 不39 别太难过了 我不行我象人家 不會有事了 不会有大事了 比一个太难过了 我不行 他太狠了 我要告他 我要把他送进监狱 又不是 秀儿 秀儿 你可不能怎么着 她是你姐 是你 她不是我姐 她是恶母 下面继续进行法庭调查 原告 你们家庭聚会 被告在掀桌子之前 你们之间有没有过争吵 有过 为什么争吵 他说我夺走了他的爱人 他的家庭 还有他的孩子 我认为他是胡说八道 为此我们争吵起来 原告 你在起诉书中提到 被告那天掀桌子的目的 是想烫伤你 你有什么证据 有证据 第一 他说我夺走了他的事业 他的爱人 还有他的孩子 他仇恨我 所以要把火锅先落到我怀里 没想到却落到了孩子身上 导致孩子重度烫伤 第二 他在掀火锅的时候嘴里喊了一句 去死吧 这说明他掀火锅的目的 就是要把火锅掀落到我怀里 被告 你在掀桌子之前 和原告有过争吵吗 没有 你说没说过原告夺走了你的事业 你的爱人和你的孩子 没有 被告 被告 桌子 桌子 是不是你掀的 不是 桌子不是你掀的 他怎么会自己翻了 桌子腿断了 自己倒的 被告 你说没说过去死吧这句话 没有 请证人出庭 证人 你要为你所提供的证词 负法律责任 所以你要实事求是的 回答本庭提出的问题 证人 那天家庭聚会 你在场吗 在场 原告和被告 争吵过吗 争吵过 桌子是不是被告先的 是的 被告在掀桌子前 说过去死吧这句话吗 说过 好 请证人退庭 被告 你对证人证词 有什么质疑 审判长 本律师提醒审判长注意 证人系原告的丈夫 本律师认为 他的证词 法庭应不予采用 律师提醒有效 请第二第三证人出庭 两位证人 你们要为你们所提供的证词负法律责任 所以你们要实事求是的回答本庭提出的问题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证人 那天家庭聚会 你们二位在场吗 在 在在场 被告和你们是什么关系 是大师 是我们大女儿 女儿 那天你们家庭聚会 原告和被告争吵过吗 吵过 吵过 吵好了 桌子 是不是被告先的 是 是 被告在掀桌子之前 说过 你去死吧这句话吗 他 是 说过 是 证人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有 报告 请讲 那个 我大女儿正好 被告 对 报告 被告正好她 她 她小时候得过大脑炎 她 她有精神病 吃饭那天她犯病来的 真的 第三证人 被告你们的大女儿 小时候 得过大脑炎吗 是 得过 被告精神不正常吗 不正常 被告经常犯病吗 经 经常 被告那天掀桌子的时候 犯没犯病 犯了 第二证人 被告那天掀桌子的时候 犯没犯病 犯了 他犯病了 他 他没得过大脑炎 没有 没有 我给你们叫了车 送你们回去吧 好 不 不用了 我自个儿回去 你 你 快 快走吧 爸 爸 笑儿 笑儿 你冷静点 你现在追上他们 他们能告诉你些什么呢 我就想知道 他们怎么了 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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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咱们这么说 倒是把好儿给解脱了 可是笑儿该怎么想啊 顾不了那么多了 要是真的把好儿送进去了 那咱俩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是啊 是啊 也没有别的办法 现在呢就是宁肯舍一头 那宁愿得罪秀也得保住好 要是不把好保住 你说咱俩这心里 受折磨呀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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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想不通 我真的想不通 我想他们可能是怕正好 受到法律的制裁 小姐子被烫成这样 他们看不见吗 正好一次次地伤害我 他们为什么只替正好想 为什么不替我想想 你是他们的女儿 可正好也是他们的女儿 他们不愿意看到你受委屈 也不愿意正好被送到监狱里去的 做父母都是心头肉 他搁哪一块都会心疼 正好是他们的心头肉 我不是 我受伤害了他们就不心疼 你不要因为受了委屈就乱说话 你受了委屈他们怎么会不心疼 他们心疼过我吗 正好一次次地伤害我 他断送了我的决业 跟我抢工作 还夺走了我的爱情 他们心疼过吗 他们阻止过吗 我觉得 我觉得 正好是他们亲生的 我不是他们亲生的 小儿 你怎么会这么想的 我真有可能 我真有可能不是他们亲生的 我真有可能不是他们亲生的 真没想到 你爸你妈能说出这样的证词 对我们太有力了 不会是你安排的吧 我没安排 那他们怎么会这样讲呢 我不知道 会不会你小的时候 真的患过这种病啊 我没病 太好了 什么就太好了 证词啊 证词太好了 这对我们太有力了 只要保证他们不推翻证词 这件案子法庭就定不下来 你觉得你爸你妈怎么样 他们会不会犯证 应该不会吧 我了解他们 他们都是老实人 说出来的话 应该不会变 这就好 我估计你妹妹那儿 也找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 证明你没换过去的病 应该找不到吧 不 我说你妹妹够狠的 非要把你送进监狱不可 你们是亲子妹吗 废什么话 是不是亲子妹都不知道 当什么律师啊 你这是 慢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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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郑叔您就别来 我不行 先上这 这 慢点儿 慢点儿 我借一把 好 来 走 一 二 走 郑叔 快快快快 出血了 来 来 来来 来来来 帮上帮 turbulent 爸